原谅我看到这一幕 不厚道的笑了 这一抓没有十年功力不可为 杨幂如果不是地基稳 都要站不稳了 龚俊一句 我怎么薅到米姐了 一个薅字让人绝倒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 沈腾不服杨幂下楼梯的场面 上台前答应的好好的 上了台就忘了呗 让沈腾上演了一把现实版的 服不服 话说这是要看谁 要是当年的贾铃估计 直接就薅着沈腾的头发下去了 话说回来 这次误抓杨幂的手 估计又要出一个名场面了 那就是龚俊米 CP名都有了 爱的供养 怪就怪 杨幂太有魅力了 这次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开播 实在是玩得太开心了